Hello 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有试过在淘宝购物 很多时在淘宝的东西会比香港便宜 今天就想分享一下几样物品 包括滑板车或者一些录音的设备 细心比较之下两地的差距非常之大 当然大家也要考虑一下保用的问题 在搜寻之前当然我们要知道那件物件的名称 例如我今次找的是滑板车 也要打回正确的名称 例如那个滑板车的牌子或者一些型号 让我们容易点搜寻 不过有可能国内的型号 会与香港的版本不一样 今次我分别找了四部型号作出对比 第一部是Michael Kickboard Monster 三个轮滑板车 第二部是Michael经典滑板车 Michael White 第三部是Michael Metro滑板车 第四部是Grabber三轮滑板车 第一部是Michael Kickboard Monster 香港的定价是$2699 淘宝当中找到最便宜的价钱 兑换港币是$1333 这个价钱是未包括运送过来香港的费用 一般滑板车的包装运送过来香港 就算运送过来上门 都不用$100港币 如果自提点拿 应该是$6-$70左右 当然要视乎你用哪间运输 下一部要分享的滑板车 就是米高的Michael White 这个型号 它是米高滑板车之中最长售的款式之一 香港定价是$2059 淘宝价钱换算港币是$986 又是一个差距非常大的滑板车价钱 不知道大家会如何选择呢? 在香港购买还是在淘宝订购呢? 接着这部就是Michael的Macho滑板车 我们要留意在香港买到的版本 手柄是有少少不同的 而且是没有手制刹车的 国内这个版本是有手制刹车的 而且手柄也有少少出入 但大致看回踏板和前叉都是一样的 香港行货卖是$2099 淘宝行货是$1734 这部就不争得太多了 接着这部就是Grabber的三个车滑板车 香港行货卖是$1199 如果你走过玩具反斗城应该会看到 淘宝卖是$682港币 这个差距也挺大 看回以下三个型号都比香港买便宜很多 当然看回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 我自己曾经在淘宝买过两部滑板车 运送来香港 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给我选择 我都会在淘宝购买 因为撞正例如双十一 三百女王节 接购还会更加优惠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多谢收看 再见